苏提达终于换风格了 一席露肩礼服妩媚动人 身材圆润白的发光 泰国后宫的女眷很多 但是最终上位的只有苏提达一个人 真是又传奇又坎坷 要知道苏提达只是平民女子 刚入宫的时候并不出彩 为什么能够笑到最后呢 王室办公室给出了答案 晒出了苏提达的公务近照 着实惊艳了一把 泰国帝后在王座大厅 接见了尊敬的澳大利亚联邦总督 戴维赫尔利将军 以及夫人琳达赫尔利 众所周知 马哈年轻时候在澳洲留学过 因此双方的渊源很深 自从泰王继位之后 几乎每年都会设宴款待澳大利亚大使 苏提达则是唯一半家的嫔妃 即使刚开始施妮娜风头正盛 但是也照样没有机会染指外交公务 苏提达如今彻底崛起 在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秀 成为马哈国王最得意的作品 以往的苏提达走保守路线 每次出镜都是舞得严严实实 美则美矣却不出彩 这回王后终于换风格了 一袭金色漏剑礼服美绝了 一出场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不得不佩服苏提达张弛有度 在国宴场合表现完美 让马哈国王无比放心 这次的国宴造型真是绝了 展现出苏提达妩媚动人的一面 与此同时还有大气棒薄的美体 只能说苏提达刚柔并紧 任何造型都能轻松拿捏 并且很有自己的风格 如今苏提达稍微发福了一些 身材显得圆润了不少 现在这个社会已受唯美 网络上被锥子脸罢评 反倒让人有些审美疲劳 苏提达不光五官大气 并且身材也稍微有些圆润 的确就是刚刚好 简直就是一副国泰民安的状态 很多读者是看着苏提达成长起来的 刚刚入宫的时候 可以用幼徒幼村来形容 但是经过多年的修炼 苏提达的状态越来越完美 甚至可以碾压一众泰国明星 苏提达做得最对的一件事 就是只微调了一下 并没有大规模整容 比起尴尬的换头整容 苏提达保留了自己明媚大气的五官 让人有种过目不忘的感觉 不得不佩服苏提达 不光才冒双全 而且还精通多国语言 经过多年的修炼 苏提达终于摆脱了土气感 变得又时尚又端庄 这才是一国王后该有的样子 细心的读者发现 如今的苏提达变白了很多 尤其在宫殿灯光的照耀下 简直就是白岛发光 苏提达的颜值 不算惊天地气鬼神 但是却懂得扬长地短 将自身优势发挥到极致 事实证明 一国之后需要有真才诗学 漂亮的脸蛋也只是锦上添花 美貌是苏提达最不起眼的优点 在国宴场合举止得体优雅 跟澳大利亚大使交谈 根本不需要翻译 苏提达的能力真是有目共睹 看来马哈国王的眼光不错 虽然身边的阴阴艳艳艳很多 但是却选择了综合实力最强的苏提达 开年就惊艳了一把 期待苏提达在新的一年红红火火 彻底坐稳王后的宝座 为我们带来更多经验的造型